一分钟带你了解本集精彩内容 武中义接到渤海的情报 得知牧村吕的行踪 准备采取刺杀行动 武中义让吕修文冒充铁莲花的男朋友 跟他一起去向 找功成义雄就铁边 日军士兵向武中义和吕修文展开攻击 鲁大奎和魏三胡 为掩护武中义和吕修文撤离 引爆多个手榴弹和炸药包 日军大乱 武中义等人趁机逃离 修文你看 咱们有机会了 可以按计划行动了 你们自己看一看 铁矿主被抓走自起 我们铁矿的产量有五千方左右 铁矿主被抓走之后 到今天为止 每天只有三千矿了 少了将近一半 而且这个数字将来还会减少 工程局 这里的矿主铁边 有可能和八路有签证 更有可能参与了上次的矿区暴动 你 这是可能 那就是没有证据了 金刘局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猜疑 而要影响大日本黄军战略物资储备吗 或许在你的内心里 因为我们不是军人而被侵蚀 但在不久的将来 大日本黄军因为缺乏物资而无法前进的时候 就会重视我们了 我已经把此事包围给了大本营 相信大本营很快就会有决断 沈天军 我希望在大本营命到达之前 你能够主动地把铁矿主释放出来 沐村局 你觉得呢 这一次我只是奉大本营的命令 来暴毒雇一带视察军务的 至于工程局说的事情 还需要沈天军自己来做决定 沐村局 你看会不会又是一步棋呢 沈天军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 是一盘特殊的棋局 有的时候 并不一定对方走一步棋 我们才要回应一步 你想想看 其实我们多走几步棋 也许会掌握更多的主动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沐村局 你所说的事情 我会向小泉司令官汇报 至于如何处置 请小泉司令官定统 你们最好快一点 若是拖久了 我是不会向大本营承担罪责的 可能是八路发动突袭 八路怎么会突袭这里 他们肯定是从着我来的 我昨天才接到大本营的命令 没想到八路军 这么快就得到了消息 一定是有人走漏的消息 而且八路军 他们抓的时机这么准确 肯定是有内奸 铁矿主现在被你们 关在监牢上 今天觉着 你不会觉得 沐村军到矿区的消息 是他传递出去的吧 姑娘姐 看来是抓错人了 两个都抓错了 两个要迅速撤离安全提弹 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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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五哥 在这么大一圈 咱们肯定杀不了龙孙女 我们是没办法了 就看队长的了 快死 不 不 不 杨虎 孩子 走 大哥 大哥 你们可真行 这么近也能让他们跑了 就是 你们俩个咋回事啊 卢大愧 赛夫公 你们俩个不是屁事那么冷大的吗 咋回事呢 你们看我小四川 我小四川发报 从来都是多么精准的 从来都不屌脸子 自不自负队账 这小鬼子的运气也太好了 都两次了 你说第一次 连影都没摸着 第二次队长想出那么好的办法 也让他跑了 责任在我 我还给了这么好的机会 我们全被利用好了 队长 你还咋利用啊 总不能为了杀个鬼子 把你牺牲了 要是实际能把握得更好一些 这个牧村里就跑不了了 队长 这鬼子不是还没走呢吗 咱们再想办法杀他就是了 想办法 想办法 你们倒是想啊 略略略长 略略略长 你先不要激动 你听啊 屋队长撒自想法 这个牧村里 怕是待不了多久了 第一波士兵在五分钟前就出发了 在我们后面 还有波士兵五分钟后出发 把路赶南在路上袭击 我们有两波援军 都会在五分钟之内赶到 前天军这样的安排 很好 牧村军和我化妆成 普通士兵的消息 在出发前 只有你和我知道 等出发以后 消息是不会传递出来的 所以 就不必要担心 有内奸走漏消息 就这么走了 真是没意思 我现在倒有些期待 八路军真能袭击我们 那小泉司令官会责怪我的 方清松前天决 你这样的安排 八路军是不会有机会的 要是 很好 队长 剩进辆车吗 济南攻来的壮驾列车 和渤海的情报里说得一样 没错 这下小鬼子要吃苦头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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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狠狠地打 给老子报仇 大当家的 不就是给小鬼子做场戏吗 你做戏也得做足了 多杀一份鬼子 就给老子多报一份仇 好嘞 好嘞 来啦 注意 老子 走 爽 打你爽 打 你打当家呢 你对这人数好像不多呀 不多 不多 不多就都给这群了 打 八路军果然下手了 内奸的消息还真是准确 知道我今天要离开 大哥大哥 你看那边 小鬼的援兵来得这么快啊 他们这是分几波的情军呢 撤 撤 还没打过瘾 回去我一定把这个内奸挖出来 不过这个内奸 不知道前天军的安排 你看 他们看到我们过来 就开始撤退了 护送木村军重要 这次就放过他们 绕过去 就会把这些人给我打开 火焦 在这边 我会说 这些人 才能 你在这边 这边 这边 就会 沐村君 就要跟你告别了 这次还是要多谢前天君 八路军三次刺杀都挫败了 尤其是在矿区那次 更是前天君救了我的命 多谢 能认识沐村君这样的朋友 前天非常荣幸 上车吧 保重 上车来 杜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队长 全都是鬼子兵的 一个穿军官衣服的都没有 牧村里不会没上车吧 牧村里肯定在车上 他有可能也换了鬼子兵的衣服 混在人堆里 我去看看 商量商量再说 商量什么呀 咱们几个就我会说之语 除了我去打听 你们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咱们刚才这么走来走去的 已经够扎眼了 你这么莫名其妙去打听 不会招人怀疑啊 那你有办法 要是什么 你又在哪里 在帘帘等待着 帘帘吗 帘帘? 你 不叫我 我現在是危險的 不然我現在是有所謂的 我相信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我看到了 我相信誰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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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一、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だ? 一体何人巻き込まれたか知りませんので 大きく声出せませんよ 他にも爆薬が隠された かもしれません 驚かして起爆しちゃうと大変ですからな 記者に何個もあるだと? うん この記者は地位何から来たんですが 何か異常は? 特になかったよ あったら必ず捜査したからな 木村閣下は どの手段ですか? この件は閣下に報告しないと 木村閣下? 君達地位何から 聞いた目的は木村閣下を守ることでしょう 我々は武士を引き止めるためだ 方向ないで知りません 方向ないで知りません お前らは誰だよ ああ 俺たちは小泉司令官の命令で 木村閣下の密葬するものです おかしい お前らが密葬するなら なぜかこの居場所知らないんだ お前らをぶつけようべて 何らかに行くか 仲間や農業 隐藏得够深的 那你觉得吧 这么着肯定不行 咱干脆把火车炸了 它藏得再深也得死 两个车厢的鬼子呢 能全部炸死吗 要确保万无一失 一定要确定目标在下手 不管有什么办法 总之得快 厕所里还躺着一个鬼子呢 他要是醒了 麻烦就大了 这个简单 直接从窗户把它扔出去 扔出去也没用 他同伴看见这么长时间没用 会过来看到的 秀儿 像咱们刚才那样 泛泛的看没用 必须想办法近距离观察 观察什么 这个牧村里是文职 长时间在办公室工作 它的肤色 相对其他的鬼子病 会白一些 这是其一 其二 着重观察它的手 用笔的人 中手只会有剪子 再有 他们经常戴着手套 皮肤也会相对细腻一些 不像咱们这手 皮草肉厚的 那咱们总不能凑过去 看人家的脸和手吧 这个我有办法 大块三伙 好 你们两边戒备 拉一个 堵一个 是 比赛 比赛 是 米子 是 米子 没得到 死亡先 有什么情况 一切正常 小伙儿 你发现了几个可疑的 三个 有两个是挨着坐的 那两个挨着坐的 我看着也不对 最后那个人 你为什么要着重提醒我 这不是你说的吗 牧村吕是文职 天天坐办公室 养尊处优的脸白手白 这还用问呢 我也觉得这个人 和其他的鬼子 并特别不一样 牧村吕肯定在这三个人中间 小伙儿 牧村吕的质疑怎么说 启文鲁 启文鲁 什么 下车 走 五个人 仅仅是四个人 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他们竟然枪杀了牧村军 大本营被这个消息震惊了 措辞严厉 要追究我们的责任 可是我们安全地把牧村军送上车了 他的列车还没有开出我们的防区 大本营是不会听我的解释的 你知道 大本营他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吗 扫荡 只有战绩才能改善大本营对我们的印象 对 简单军 你做好准备 向八路军的根据地发动机 就算付出惨住的代价 也要将八路军的根据地拿下 阁下 进攻八路军的根据地 眼下不是最佳时机啊 大本营的怒火就是时机 我们还要等待什么样的时机 阁下 牧村军在我们这里的时候 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 以前我们进攻八路根据地的计划屡屡受挫 那是因为我们太相信自己的实力了 我们每一次的作战意图都暴露了出来 所以八路能够针锋相对挫败我们的计划 这是牧村吕教你的 国下 牧村军教会了我 作战就像下棋一样 我们每一次的意图 八路都能看破 所以他们就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就像这次 他们暗杀了牧村军 他们对我们的报复 必然有所地方 可是 大北那边 我们怎么解释 除奸计划 除奸 牧村军虽然死在暗沙上 但归根结底 是内奸走漏了他的行程 之前 拔路了许多次活动 从中也看到了内奸这个影子 阁下 这个内奸不除 就像扎在我们黄金里的根毒刺 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阁下 我建议您向大北营报告 我们展开除奸行动 铲除一切对黄金的不利因素 这样也是对牧村军死的一个交代啊 剑内军 你有把握救出这个人来吗 阁下 跑不出来 我就逼他出来 这段时间 八路军活动十分猖獗 黄军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衅 小泉司令官命令我带领你们 展开除奸行动 士兵们拿起你们手中的枪 捍卫我们大日本黄军荣医的时刻到了 坚决摧毁八路的秘密据点 出发 嫂子 武兄弟 你怎么来了 我找陈长官 他一大早就被日本人叫去集合了 一大早来要干啥呀 我就是含糊了听了一些 好像是日本人要搞什么除奸行动 除奸行动 说是要挖出八路军的秘密据点 还有联络站什么的 好 那行 嫂子 陈长官不在 我就先告辞了 怎么办 你们ところ出发 真的很可惜 一定是 Hahaha 别怕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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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吴先生 您来了 又来给太太做衣服吗 上次我做的旗袍好了呗 还差一点呢 要不吴先生您自己去看看 好 这场事情 你怎么来了 裁缝同志 我已经杀了牟村 太好了 渤海还没来得及通知我这件事情 你们真的成功了 我本来担心 鬼子要向我们的根据地报复 但是刚刚打听到鬼子的行动 是要深谋我们的据点 我担心你们有事过来看看 你放心 我们的身份掩护得很好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 做旗袍的裁缝 裁缝同志 吴崇宜同志 保重 都保重 走 统长 大家收拾东西准备撤 是 队长 有啥新任务啊 队子要开展大行动了 我们得换个地方 这不安全 换到哪去 还是田家村的 队长 你还是田有事儿女婿呢 你这可是回去看老张人啊 你这个夸兮兮的哟 不得咱俩开老子的门 来要去广渠 现在会贴家村 老子看黎医生 少废话 快 不要害怕 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 皇军到这儿来是帮着我们 一起大东亚共荣 皇军听说你们中间有人勾结拔路 只要收出来就没事了 皇军已经知道 在这里就是你们的村子 有人勾结拔路 火坏大东亚共荣 今天招你们来 就是让你们互相揭发检局 你们当中的哪一个 行动比较可疑 偷偷地联系拔路的 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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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这可是白花花的大米 谁要是揭发检局 皇军奖励大弹 这样的大米 一种车 说出来 有没有 八个 你们 实在不说话 就是你们 统统包庇八路 一地 出来 出来 太郡 啥都不知道呀 太郡 出来 出来 出了 你点什么都不知道呀 泰军 去嘞 啥都没有啊 泰军 求求你放过我 不知道呀 啥都没有 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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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都没有 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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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冈 泰军 夏宇哥 快走 快走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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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师早 二师早 别打死我 别打我 你你 带着 队长 那么那个据点咋就不要了呢 谁告诉你不要了 吴队长 吴队长 明天不如暗示 你就是想回去看李医生 还别过借口 还我们跟你一起回去看新商人手 别瞎说 田勇盛也算是个老牌汉奸了 因为他的身份 村民们都不太跟他来往 所以田家应该相对安全 说出来 说 都说 黄军给你呈腰打打的 不要怕 说出来 打迷 你彻底打打的 你 如果不说的话 说出来 看不见 俺 俺 俺们村 喜妮家 永运不和上人 哪里 人是新娘 太军 俺爹是田永盛 是为了皇军效力 被八路军的除剑团给害死的 俺家咋会有八路呢 人 有啊 我 我爬他家墙头看见了 不是外门村的那人 你爹 为什么要爬他家的墙头 我 我是一官官 他长得漂亮 我爬他家的墙头 我就看了那男的了 还带把枪呢 胡亚昏 你放你那狗臭屁 你闭上你的臭嘴 那是俺男人 哪来的枪啊 俺撕了你的嘴 你信不信 再弄 去你家 太军 俺叔是陈祖寿 俺爹是田永盛 那都是为皇军效力的 俺家是清白的 这 这可咋弄啊 这 这可咋弄啊 是不是清白的 到你们家搜查下就知道了 家里有我们留下的东西 不能让鬼子搜的 那现在也赖不去回去收拾了 俺闺女还在他们手里来 这咋办呀 一会儿我负责引开鬼子 你带着喜妮去找伍仲义 鬼子要追你们 就用我给你的手榴弹 听见没有 肿啊 放心 你爹为皇军效力广 我们是不会冤枉你的 太军 俺就一个父到人家 俺男人他不在家呀 这 改路 停 你 你帮我拿着这个 哎 按那插路口等你来啊 啊 看走了吧 乡亲们 这就是下场 喜妮 喜妮 你这是要带皇军他们干啥去啊 阿弟 什么人 报告太军 我是喜妮的表姐 姐啊 太军说 让俺带着他们上家里找八路去 啥 哎呦 傻妹子 咱家哪有八路啊 那那那村里的那个那个 那那那活儿混 我不是八路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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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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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h 快 你 快 你 啊 快 你 充足 快快 我 爷 快 跟着你爹跑 那你走吧 鬼子马上就要追过来了 我得挡他们一会儿 快走 一会儿 小小小的小龙跑 出发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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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觉得我太对家 快走 别乖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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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啊 你过去送私呀 你 咱们不能瞧着李医生被鬼弄搞啊 女儿啊 你过去不顶事 咱们还是赶快找吴长官吧 他一定有办法 快走吧 走吧 吴大哥啊 吴大哥 他不是新章姐跟他爹的吗 他突然迎接给我们走 不是 他不是不能露面的吗 就是 天有声是不能露面的 喜宁儿也在照顾李医生 他们俩都跑出来了 肯定是出事了 吴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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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说 吴长官呀 不管他们的事啊 小鬼子来了 从手上 李医生 李医生为了救我们 让鬼子给抓头了 吴大哥 你过去救他呀 鬼子从哪儿出去的 送另外一个口出村了 快 快 朝经路 追 是 笔会 是 怎么回事想着用 我 好 好 我的 爹 夯 是我 ал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本意是想抓一个内奸 可没想到抓到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女拔路 跟黄军合作吧 否则你会死得很惨啊 我知道 要不怎么叫你们鬼子呢 只有最肮脏最无耻的人 才配得上这个成果 不要觉得我对女人下不了手 你们对婴儿都下得了手 对付一个女人算得了什么 知道历史会怎么说吗 以后历史会记载 人类历史上最卑鄙无耻的一支军队 就是你们 给军人这个称呼蒙羞的 就是你们日本军人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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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你是想拿话来鸡我 以心求死吧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让你死的 更不会让你死得那么痛快 就是要你的命 我也会好好地利用一下你的 作为一个女人 还有比死更可怕的 我的在天之里 会看到你们血债血偿的那一天 来 给你考虑的时间到了 想好了没有 说 救你的人藏在哪里 伍中义在哪里 看来你这是硬扛到底啊 好 我听说女人的忍耐力比男人的强 常言说实直连心哪 我想试试这句话到底是不是真的 好 交不着 看来你是要硬扛到底了 交不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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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点阁下 司令部遭受袭击 好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敌军已经炸弹了司令部的墙 现在正在攻击 而且火力很猛 司令部的防卫非常坚固啊 是的 敌军并没有打进去 而是在外面发动攻击 什么 他们没有打进去 是的 前点阁下 不必去了 前点阁下 虽然敌军未必能打进我们的司令部 但是如果这时候我们增援 就可以把敌军一举歼灭 笨蛋 你们真正的目标是这里 是这里 仰装攻打司令部 其实是想调我们兵出去 然后劫狱救人 这套把戏啊 玩得多娴熟啊 武村军啊 多亏你的教导 换作以前的我 一定会上当的 按兵不动 有新的情况 随时汇报 好 爹 这鬼子咋没动进呢 再等会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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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鬼子援军怎么还没来呀 看来鬼子没上当 队长 要不怎么杀进去 杀不进去 鬼子里面的攻势很完善 冲进去只能是送死 鬼子援军没来 铁大档架那边怎么办 撤 鬼子没上当 调兵的计划就没有用 铁大档架那边要是 安耐不住强攻监狱的 我会撕狠狠狠 我们得赶快到监狱那边 阻止他们 撤 这么等一下就不是办法呀 怎么还是行动吧 小鬼子兵还没调走 你怎么打 鬼子是不会调兵了 从要通用才有机会啊 我 等着先把他这烧饼给他干掉 老吴 带几个弟兄 把烧饼给他干掉 好 不能去 吴队长 一个来了就当地的 快向盈盘娃娃 撤退 撤 吴队长 里面关的可是我姑娘 为了大局着想必须撤 不能撤 吴队长 老哥求你了 把你的兵再加上我的兵 咱们终于去 就能把仇警救出来 你估计一下 我们攻下监狱 需要多长时间 我估计的一小时吧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鬼子能杀秦九多少次 鬼子又能派来多少冤居 只能再找机会 只要秦九还活着 就有机会 撤 撤 撤 我才离开一个晚上 八路就来攻打我的司令部了 而你却守在监狱那边 一个兵都不给我派过来 阁下 属下认为 八路的真正目的 是劫狱救人 他们攻击的重点在监狱那边 属下没有派援军 事实证明属下的判断是正确的 八个 到现在还敢说是正确的 除了监狱之外 一枪都没有想过 本倒是我的司令部 被炸到围墙 死伤了几十个士兵 我要为你的懦弱和愚蠢 找借口了 阁下 你看看 司令部刚刚被烧 现在又被炸 我这到底是 什么司令官 简直就成了皇军的耻辱 阁下 八路肯定是 为了救他们加油 一个女人而已 八路军怎么可能冒死来救她 阁下 你到时候看 他供出了什么情报 阁下 属下无能 还没有挖出情报 就算八路要来救他的战友 你留下这个女人 就是留下了祸根 他们要是再来攻打司令部 甚至刺杀我 怎么办 赶紧把这个女人清理掉 必须清除这个祸根 阁下 怎么清理得杀掉这个女八路 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 当然 不能这么简单地杀了她 小鬼子要在闹事行刑 是啊 小泉是大发雷霆 让浅田尽快处决李医生 这告示马上就贴住去了 兄弟 听我一句劝吗 这日本人要在闹事行刑 一定会重兵把守 这说不定那就是个圈套啊 我知道 你们一定会有所行动 可是 这行动要慎重 要慎重啊 陈长官 谢谢你通知我 兄弟啊 你们可得见机行事 实在不行 来日方长嘛 这以后再给李医生报仇吧 这间屋子能藏到二人 可以挤下一个响队 记住 事先把门板都卸掉 弹外面枪枪 以最快的速度冲出去 不要在门口停留 都布置好了吗 这一条街 每个三户就会布置一顶机枪 而且在街口还布置了泡兵 从外边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整条街藏下两个中队 不成问题 好 关键是细节 这条街上的住户 需要出门 吃饭 上宫 让每家的主人照唱上宫 把他们的家属和小孩扣在我们手里 让八路一向依赖的老百姓 替我们消灭八路 是 终于 你还好吗 我真的很想你 别为我难过 曾经你对我说 江陵诞宇的革命工作 随时会有牺牲 我说我不怕 真的 我真的不怕 我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 我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但是我真的不想死 我还没有好好爱过你 你也没有好好爱过我 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你知道吗 忠义 现在的我 竟然还有些高兴 我甚至想 如果我不在了 你是不是也会像怀念 苏梅姐那样怀念我呢 真是那样的话 我也会觉得很幸福 很幸福 就是这儿的 这几条路都能通往心肠 马上回去集合人手 大家分手行动 行动 残户 你带着铁鞭探 他们从左路进行 秀儿 你和大魁左右 我带人从后面包抄过去 没有我的命令 不能轻举妄动 放心吧 你和大魁走右路 我带人从后面包抄过去 忠义 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 原谅我 我不能陪你一起战斗了 你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替孙梅姐 替我好好地活下去 我们会在天上 看着你的 你 爹 我是临清酒 也是铁罩弟 原谅我的倔强 原谅女儿没有机会 在亲口叫你一声爹 你老人家要多保重 你也要替我照顾好莲花妹妹 你也要替我照顾好莲花妹妹 一定是被逼得狗鸡跳墙了吧 看到你们这样 我很高兴 一个花样年华的女儿 真的不怕死啊 从来不怕死 从来不怕死 我只怕死的没有价值 那好 你放心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会让你死得很有价值 不过是实现对大日本皇军的价值 把衣服给他穿上 让八路认清他的战友 加菜 快点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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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报告下 新姻弟已经全部做好埋伏 按计划行事 我有一个很好的计划 我会让你的死很有价值 你的同伴会陪你一起死 你们的死会为大日本帝国 献上一份后礼 他们不会上堂的 不不不不 他们不会眼看着你死的 你们中国管制叫 同志感情 我很欣赏的 没有这样的感情 我的计划是不可能完成的 我很快就会让你看到 你的同伴是怎么在你眼前 被我歼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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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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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